现在是21世纪,在科学技术方面,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摆脱了愚昧无知的观念 毛主席说,可上九天来月,可下午羊捉鳖,已经实现,中国科技工作者也必较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然而中国东南洋海有个省份,却严重拉低了中国人的平均科学认知水准,还在靠拜神祈雨来解决干旱问题 请注意,这个省份不是民间的余夫余妇在拜神祈雨,而是地方官员在做这事 没错,说的就是群没乱舞的台湾省,春节过后,台湾全省不少水库的水位明显下降 南投县日月潭出现湖水干涸,船无搁浅现象 直到3月15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王美花却还在坚称,5月底之前不会有鲜水危机,民生几工业用水无余 而台南地区在2月25日就已经准备鲜水供应,供水存在严重危机,为什么王美花要公然撒谎 1.满足台积电生产优先,限制民生用水,将汉情轻描淡写,让台湾人接受为大财团服务的水资源分配方案 2.赌一把,万一4月份暴雨连连难,然而省气象局没有科学预测吗 跟经济部门一样,他们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很快,王美花等政客就被打脸 3月24日前后,日月谈九蛙叠像全部露出,大事不妙 虽然这不完全是科学依据,却是岛内水资源晴雨表 3月25日,蔡英文说自己有超前部署,问题不大 3月28日,苏贞昌说,要不是蔡英文有超前部署,台湾早已经陷水,暗示民众还是要感谢民进党 到了4月,汉情向全省蔓延,许多地方农田用水断绝 生活用水也一天比一天紧张 许多网友贴出缺水和汉情浴测图,最悲观地认为 8月份前都得不到缓解,台当局马上警告 不得传播未经正式的汉情图文,负责法办 同时,在英文水军在网上久远活跃 总之与台当局无能施责没有关联 在最受人诟病的水库清雨问题上 台当局这时才临时报佛奖,以应对舆论门哄过关 高尺丸波罗的台军出动了500多人及各式机械 在全省5个水库清雨 为了避免暴露这是民进党宣传手法 台媒说,画面是日本摄影师林莫二郎碰巧拍到的 实际上,蔡英文这伙人游水的时候 根本没有水库清雨计划 这种又费心又费钱的事,哪有喊口号,举拳道轻松 现在派几辆军车秀一下,也让二不二一 接着,高雄仍爆出了喝屎尿水的事件 由于受缺水影响,原供给高雄的工业用水 4月初被移做民生用水 水源来自屏东县东港西 但网友发现这是养州废水,也就是屎尿水 有意味谁受得了 不但肠胃不适,而且心里不适 但绿营硬说喝了没事 为了洗白屎尿水 4月9日,高雄市长陈其迈 带着一帮绿营男女政客去污水进化厂参访 陈其迈说,水质正常 政客们还笑咪咪,举杯同庆 但高雄人再傻也不敢相信 这水能喝进肚子里 于是第二天,台湾水质鉴定机构称 食尿水是存在的 但比例相当于100万吨水里 只有5吨食尿水 进化吸食之后,不影响健康 不管民众怎么抱怨,为了站队 政客们真的到了食都可以吃的地步 然而无论是食尿水还是清雨秀 都无法缓解全省干含问题 在一片混乱的用水安排计划中 台湾政客放出了大招 奇雨,久汉无干路,怎么办 在中国时代,地方官会去奇雨 要是下了雨,那是德政感天 要是没动静,那板子得打在老道屁股上 这些早已见不到的奇雨场面 台湾省却能原汁原味演给你看 3月7日,第一场正式奇雨大法会 在台中市举行 这是台湾省水利署与台中省 和大甲镇兰宫一起举办的 台中市长卢秀燕 及农田水利署 台中管理处长 陈荣福等官员 身穿白衣 只向祈祷,向妈祖求雨 大甲妈祖也被称为雨水骂 他们的科学依据是 1963年 台中县长何金生 及镇长、县员、乡民代表 皆披马代孝 举行奇雨仪式 约一小时后 老天就降雨了 卢秀燕却失败了 折腾半天 连茫茫雨都没看到 看来他功力还不够 台湾省其他县市长 也纷纷举行法会奇雨 但就是没有一个成功的 张华县长王惠美 下跪也没用 4月9日 蔡英文亲自下场奇雨 当天下午 他带着资政王茂雄 立法院副院长蔡启超 内政部长徐国勇 立委、庄敬成、陈伯韦等人 到大甲镇兰宫求妈祖 赶紧帮忙解决确实问题 但蔡英文不说 自己是来奇雨的 免得被外界认为 他愚昧无事 他说自己是来 公送妈祖起嫁 尊重民俗 体现台湾在地文化 展现台湾大团结 如果还不下雨 跟他没关系 他没有奇雨 如果下雨 那就使他法力无边 其余成功 当晚11点5分开始 大甲镇兰宫妈祖 将展开九天八夜行程 全程超过350公里 路过台中 彰化 云林 及加一四地 驻驾彰化南瑶宫 西罗复兴宫 新港凤天宫 北斗电安宫 彰化天后宫 清水潮兴宫 再返回镇兰宫安座 时辰一道 三声炮响 妈祖乱叫起嫁 马英九 卢秀燕都仍复叫而出 十几万人贵宋 淡化市市长林世贤 为了供应妈祖 累到圣洁时发作 半夜送进医院 今天已是第三天 徒步追随的台湾人 每过一地 都留下 犹如小山般的垃圾 纸杯 瓶子 口罩 有的人问 这样子妈祖会高兴吗 没人会在乎妈祖高不高兴 这场由上至架 掀起的全民狂欢 真正动机来自政治 民进党和国民党政客 全部参与其中 台湾全省人口约有2300万 其中西风妈祖有1200万人以上 而在选举政治中 这些选票往往会决定着政客输赢 无论是省一级 还是地方选举 因此政客放下工作去其余 在台湾是政治生态 重要组成部分 愚昧无知也好 封建迷信也罢 能不能骗掉选票 才是最重要的 既然台湾政客认为 神明会必有他们 那么就从科学角度分析一下 神明会必有他们吗 马祖 15代十国时 敏王部将李远之 第六女 李沫阳 历代朝廷不断加风 从宋代风险级飞开始 一直逢到清代的 护国毕民 林庙昭映 灰人普及天飞 地位不断提高 在台湾 只要有港口 有水陆的地方 必有妈祖庙 到今天 全球80%妈祖庙都在台湾 妈祖信仰的台湾中轴县 由南向北分别为 台南天后宫 云林北港朝天宫 彰化南瑶宫 大甲镇兰宫 其他还有800多座 大大小小的妈祖庙 然而 台湾只是分庙和分庐 祖庙在大陆 单单在1986年到1990年期间 台胞从梅州祖庙 就请走了2500多座妈祖神像 岛内香火大旺 北港朝天宫是香火最旺 历史最为悠久的妈祖庙 但也不是台湾的在地文化 而是福建梅州祖庙的分林 蔡英文在妈祖起价前 说什么要体现 台湾在地文化 这不是欺骗神明吗 再说 台湾人最信奉其他神明 官帝 宝山大帝 萧太傅 开招圣王 开台圣王 三山国王 中坛元帅 保安尊王 清水祖师 无一例外都是中国人 无论台湾人向谁 祈予求平安 都在向中国神明祈祷 而这帮鼠田旺祖 感到外国反华势力走狗 内外勾集的台独分子 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敢承认 却想得到中国神明的庇佑 还有比这更荒谬的祈祷吗 所谓的前仇 无非是一场可笑的政治闹剧 实实在在的工作 都是些劳心费神的事情 那么如何用省力 又能让民众相信他们在做事 拜神祈雨 这些台湾政客不但在欺骗神明 偷是也在欺骗民众 不问苍生 问鬼神 只是他们甩掉责任的政治把戏 还有比这更可笑的 4月1日 台湾省气象局局长 这名点在脸书贴出一张图表 看起来都是些科学统计数据 但这名点说的话却非常古怪 他说 这次的干旱好像很有针对性 范围不大 就冲着台湾来的 从为一名气象工作者 居然暗示台湾遭到了气象武器 定点攻击 这跟蔡英文其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个把责任推给神明 一个把锅甩给大陆 再看看这段时间 台湾省出了这么多事 沃罗仇害 战机撞击 俗华公路游览车撞山惨剧 泰鲁阁列车脱轨惨剧 民间党哪一次不是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轻轻松松将岛内洗脑 一边疯狂的去中国话 一边求中国神明开恩降狱 台湾人居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自欺欺人到这种地步 举头三尺又神明 他们真以为神明是好骗的 台都设立倒行逆施 拟天而行 才是真正的火源 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把符址建立在祖国统一之上 而去求中国神明庇佑 结果是什么 人若不出 天必灭之